今天我想做出一个大胆的尝试 使用等效焦距18毫米这个焦段 来拍摄街头的照片 看看能拍出什么样的效果 今天这个视频可以说是给了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参考 使用18毫米的焦段在街头看起来 会是什么样子 我今天特别找了一个纽约建筑非常密集 但是很低的这么一个区域 因为如果这个建筑都太空旷的话 那么使用18毫米铁地又出不来什么好效果 再有的就是我发现很多城市 其实都没有纽约这种特别聚集密集的这种高层建筑 所以天空的部分总是看上去空不垃圾的 特别是今天还是一个光板天 所以我觉得这只简直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 得嘞 走 出发 看看今天到底能拍出什么样的效果 今天呢带了两台相机 两个镜头实际上都是等效18毫米的这样的一个镜头焦段 一个呢是富士的中跨幅 23毫米 它的等效呢就是18毫米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M43的这个9毫米的镜头呢 它的等效也是18毫米 所以无论是照片还是视频今天呢都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很好的参考 18毫米太广的话呢就会让它这个天空和地面都看起来超级的空旷 整个镜头画面不仅凑不丰满 实在是太难构图了 或者说对拍摄有非常大的限制 事实上 有树档的好一点 但是前面的车呢也不大好看 有个景观 这大哥穿的太酷了 把他放进来 太酷了太酷了 剪影都太酷 让他看我先走走 哎人多了就不好看了 让咱也拍一张 走 前面看 那这个小篮车作为前景的话 可能效果还可以 至少比光秃秃的比较强 好吗 好吗 中文字幕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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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车窗有点反光 咱们试一试偏顿冷静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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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